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疫苗不够问题 蓝绿议员都有话说 机董事议会在6月29号复会 而因为疫苗不够 让民众非常忧虑的问题 蓝绿议员都有情绪 也都有话要说 针对着这一次新冠疫情 都在笑我们台湾 说我们自满 说我们自大 说我们疫苗采购不利 所以造成台湾的破口 造成600多人 台湾的民众的死亡 我想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责乎旁贷 是要负责这个责任 所以本期在这边 也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向中央来反映 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官 应该要下台 我想主政者 指振党当然 做到老冠会贏到老冠 第一说什么人要落台 我看是我们后面 我们疫情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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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个错误的政策 如果在去年度 他买了4000剂的疫苗 今天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我们的立委在干嘛 他在哪里 就跟我们明代一样 去送送物资 没有向中央多要一点 市长 请问一下您那么辛苦 我们的立委 有没有帮基隆市做些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的议会能够 也提出一个强烈的谴责 中国政府 在去年 把武汉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病毒 流出的这个最可怕的人祸 我们知道冤有头再有主 这件事情 全球现在都在针对 中国在这个疫情中 所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全球都在开始要追究 那我建议我们议会 也要采取行动 要谴责 议长蔡旺莲 则是扮演龚斗贝亚强调 因为疫苗短缺 确实有人事 给死也 疫苗 没有疫苗 我们的超前部署 到今天为止 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没有部署 所以疫苗短缺的一塌糊涂 有些人是假死的 有疫苗生死了 他就不至于到重症 所以今天大家抢疫苗 不管是蓝 不管是绿 不管是任何的 每个人都有要维持生命的权利 所以就会偷偷摸摸的 赶快去打一个疫苗 这就是人性 市长我在这边讲的非常的公道 真的我们的疫苗 是相当相当的不足 以台湾在世界上的排名 我们是第八名 现在我们是落到第44 跟非洲的就不一样 政策 真的政策 因为我也是民意代表之一 然后为民喉舌 把百姓的心里面所想的 透过我们把它阐述出来而已 这个并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叫谁下台 我也不是没有那个能力 这里今天毕竟这里是基隆市议会 这里不是立法院 议长蔡旺连指出市长林又昌在中央市说得上话的人 希望市长发挥影响力向中央多争取一些新冠肺炎疫苗 让市民接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执政党籍的市议员童子伟罕见的生气了 他怒批基隆市卫生局好像只有疾病管制科在做防疫业务 半夜三点才打电话跟民众确定要不要隔离 连隔天市场摊伤要恢复营业需要拿正名表格都忘了 好像只能靠其他局处的神队友来支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块来关心 把卫生局整体整合在一起 让所有的工作同盟有效的分配我们的时间 不然机管科被超死 那工作联络也不好 因为民众也不高兴 三点打电话给我说 这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 三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时间 我看不懂 第二个 我们今天人爱市场副业 我昨天收到人爱市场的消息说 我们没有发语阴性证明 然后经过我联络 卫生局的回复是 我们现在去CDC来拿表格 今天副业昨天去拿表格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卫生局长 你要看看你旁边这些神队友 我们所有的局处都多么的努力跟认真 我们的养护之家 社会处有多么辛苦 我们的黄秘书长 是你的联络官 找不到卫生局的时候 都打电话给黄秘书长 执政党市议员 同志委 罕见声气怒批 激动市卫生局 好像全局只有疾病管制科 在做防疫业务 半夜三点才打电话 跟民众确定要不要隔离 连隔天市场摊伤 要恢复营业 需要拿证明表格都忘了 好像只能靠其他局处的 神队友来支援 整个防疫工作才能做好 对此卫生局长也回应表示 已经进行改善和检讨 为什么到两三点 因为在前一阵子 防疫的那一部分核心业务 没有办法被别人取代的那一部分 是在高峰 所以会到那么的一个晚 其他的微核心的业务 其实都已经外移到其他单位去了 例如我们的行政策划 去移到别科去了 很多例如说我们快筛快打战的设立 快筛战的设立也都移出来了 所以在集管科我们希望它处理的就是一个防疫的核心业务 当然这一部分还有很多需要可以改进的 市长林又昌也接续回应表示 对于议员的指教做不够的地方会再来检讨改进 同志委议员有提到卫生局的部分 如果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会来检讨改进 同志委强调一方面他是新疼卫生局疾病管制科人员忙到三晋半夜 一方面是认为卫生局防疫工作业务分配不均 才会让集管科人员疲于奔命 到半夜三点才能通知民众到底要不要隔离 如果作为地方防疫指挥主角的卫生局都这样 如何让人对市府整体防疫业务工作感到安心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接触服务人群比里长还多还广的 市议员们就请教市长林又昌了 市议员到底是属于接种疫苗的哪一类人呢 市长回应表示已经向中央反应争取 他个人认为议员接种疫苗不是特权 而是真的有必要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各类别符合资格施打疫苗的民众也陆续接种 不过包括直询的机动市议员和被询的市政府官员 在6月29号议会复会后 进入议事厅前都仔细经过消毒灭菌门360度转圈 仔细消毒后才进入 由于官员们都打过疫苗 但是议员们都还没有接种 防护上会更加仔细 而对于服务人群比里长还多还广的市议员也很好奇 请教市长林又昌自己到底属于接种疫苗的哪一类人呢 我不免要关心我们自己议会议员同仁的这样的一个健康这部分 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份 我们被或者是如果说被施打疫苗是特权这样的一个骂子 我们如同刚刚讲的我讲的一样 我们支持也要尊重我们中央跟市府 能够照着顺序来施打我们的疫苗 只是关心我们议员同仁 在这一次的施打顺序里面 我请教市长是把我们议员是在我们施打顺序的哪一个列别 并不是说不因为我们的身份 我们必须要把它顺序能够往前 是不是在这次施打疫苗 不管是第10第11类之后 能不能让我们议员同仁能够知道说 我们的施打列别究竟是绕在哪一个施打的顺序跟列别 市长回应表示已经向中央反映争取 他个人认为议员服务人群更多更广 应该让外界了解 议员接种疫苗不是特权 而是真的有需要 议员跟议会 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我们在每个礼拜会开两次的中央的防疫会议 是我们的副市长来与会 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意见反映给中央 那我们会持续的来争取 那市长的看法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现在包括这个里干事 包括里长 其实都已经进行了施打 那我们议员虽然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其实接触的人更多 那我觉得是有施打的必要 我觉得是有施打的必要 那社会上应该要让这个民众充分了解 其实这并不是特权 所以而是实际上 议员在服务民众上是接触的人最多 而且最广 可能比里长还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要继续来努力 对于议员接种疫苗 市长强调他个人乐观其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内疫情延收 各界纷纷发挥爱心 不只一人贾永杰 号召捐出300多台救命神器 担任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王辉 与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也特别合力捐出了6台HFNC 给金融市政府 加汇金融地区的相亲 一人贾永杰号召捐出了300多台救命神器 HFNC 亲自送到各大医院 散局引来热烈回响 现在有散心的企业家加入了 我们台湾体育总会的汪辉 汪理事长非常的散心 那他捐助的5部 高流量的氧气鼻导管的 全配系统 给我们金融市 那另外我们金融市体育会 郑锦舟理事长也不落人后 加码捐赠一台 汪小姐的父亲 是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王辉 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平常推展体育热心公益 金融过去举办多场大型的体育盛事 有感于医护人员的辛劳 与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和捐6台救命神器HFNC 给金融市一台就要价27万元 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父亲总觉得台湾有难 我们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有退却的理由 特别是当他发现在这次的疫情中 他看到一个感染人 一个感染的病患危机 是在他特别危机的时候 如果因为他的插管而造成另外五个医护人员 产生更多的感染的扩散 他觉得非常信心不忍 所以他觉得以台湾的企业 能够尽我们一点的微薄力量 来协助台湾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疫情这一次 监证金额最高的 差不多将近 我们六台了将近一百六十几万 可能最多的金额 我们在这里暂时感谢 我们汪维汪理事长 他虽然是病通人 可是对我们金额的这样的支持 以爱护 民间企业热心响应 金额市长林又昌 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捐赠者的爱心 救命神器是真的很有用 我们金额市的确诊的案例 有几个是重症的 在长庚医院在布基 他们之前就是因为也有人捐赠 用的这个机器把命救回来 所以是真的是在医疗上是真的是有帮助 而且很需要 所以今天非常特别谢谢我们汪维汪理事长的一个大爱 还有我们郑理事长 这个共襄胜举 总共捐了六部的这个救命神器给我们基隆 国内疫情稍微趋缓 现在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各界善心 一起帮忙度过难关 记者黄绍明 金额报道 为了加强防疫能量 立委蔡世英特别邀请大日开发 基隆东岸商场来捐赠血氧机跟N95口罩 增强防疫物资 团结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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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居家隔离跟基层诊所 还是有庞大的防疫物资需求 因此立法委员蔡世英 协同了大日开发 基隆东岸商场捐赠了100台的血氧机 给基隆市卫生局来预防快乐缺氧的威胁 首先要确认它有电 把电池装进去之后 这边装的 以这个机型来讲的话 它是装比较小颗的电池 那民众在使用的话 如果是拿到我们这一台机器 记得看一下它的标示 这绝对是为福布审定的机器 合格的机器才能够使用 好那这样机器之后 要开始使用之后 麻烦手指头 我们的五根手指头 除了大拇指之外 原则上都可以 对 那我们请委员这边 对 用食指的部分 夹上去之后再去按POWER的开关 然后他就会进行一个监测 那前面的第一个数值 就是代表血氧 后面RR就代表你现在的一个 PUS RAID就是心跳的部分 那像委员现在是99% 是很正常的血氧浓度 如果是在监测低于92的时候 一定要跟母卫生单位联系 因为92就是已经代表 必须要去医院做一些处置了 那心跳部分 委员现在目前减70是正常的 对 那结束了之后再去按一个POWER 就可以关掉了 我相信 那捐这个的话 对你们有什么帮助 好 一般我刚刚提到 如果是血氧过低的时候 一般的民众 他可能会想要打哈欠 会觉得体力上好像没有那么有精神 可是也可能民众会误认为 自己可能睡不好 或者是情绪紧张 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你无法去确认这样子的一个征兆 是属于血氧过低 所以我们会希望 如果今天是在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当你拿到了这一台之后 麻烦你每天早晚 我们希望你自己 都给自己去做一个测量 那这样测量如果说 就我刚刚提到的 他是低于92的时候 请务必一定要跟我们说 甚至年纪大的 大的居家隔离者呢 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忙 去协助这一块 无论是在集中检疫所 防疫旅馆 或者是在居家检疫这些人裡面 卫生局会发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手指型的血氧期 来做侦测 因为这些被匡立的名单裡面 事实上就当下 他是属于轻症或无症状 或者是阴性反应的人 可是在他检疫的这段时间 可能是14天的时间裡面 有可能会阴转阳 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他能够做好 时刻刻的自我检查的话 当一旦发现自己血氧浓度下降的时候 可以离课的通知 我们的卫生福利相关单位 来做后续的调查了解 能够及时的治疗 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很重要 那事实上我们也问过 市长跟卫生局局长 他们也表达说 符合规范的血氧机 目前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确实是个非常缺乏的一个物资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 我们的民间企业 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特别捐赠给卫生局 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另外也筹备了5000片的SN95口罩 给寄用室医师工会 来保护基层诊所的第一线医师人员 捐赠SN95的口罩 那么有鉴于我们的疫苗要大量的施打 所以第一线都会到诊所的人员 他们也需要这比较充足的医疗资源 那么在电视上我们全公司 每次看到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这样子的辛苦 承受这样庞大的压力 那么我副总经理代表我们全公司 再一次的90度鞠躬 向第一线的基层人员说谢谢 这个口罩虽然是微不足道 希望能够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能有更多的支持 这次我非常感谢大日开发公司 来捐赠SN95的口罩给医师工会 那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大型的医疗院所 而是选择捐给医师工会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 就是在诊所的这个部分 在诊所的部分 因为也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诊所的医师 护理人员等等 其实他也是非常需要这些相关的医疗物资 所以那时候我跟市长卫生局 有讨论的结果 也跟我们医师工会讨论的结果之下 非常感谢大日公司 他们捐赠了5000个SN95的口罩 给基隆的基层医疗院所 由他们来替我们的人民在守护健康的时候 他们本身也能够非常的安全 那所以我们才这次特别选择 捐给医师工会 请医师工会帮我们再转给 我们全市的基层医疗诊所 那也非常感谢这些诊所的医生们 为我们基隆市民健康守护的把关 这种医疗口罩 那事实上它的防护力 还是远逊于N95 因为N95 它就可以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不会让这些飞沫 直接去在近距离接触之下 会有很大的感染风险 那一般诊所医师 当他在诊疗病人的时候 事实上他跟病人距离是 会有因为直接的接触的可能性 所以他更需要N95口罩的保护 那因应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染 传染力更高于以往的一个传染力 那第一线医务同仁说是在日常接触中 我们的病患有可能是无症状的 就是可能代言者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立即拨打24276154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隆有一家高CP值餐点的火锅店业者 在生意胜不到五成的情况下 仍然为医护特制防疫加油锅 用汇集各种营养素的美味海陆锅物 帮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补充能量 从卡玛丁渔市采买了各式海鲜 还加入丰厚牛猪肉片 这锅澎湃丰富的海陆锅物 是业者为医护特制的防疫加油锅 尤其是这比一般鸡肉更加营养的物骨鸡 需要为第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补充满满能量 这些食材几乎都含有蛋白质和维生素A跟B 能补足身体基本的需要 海鲜部分含有钙性淋铁等 能增加免疫系统 提升免疫力对全线医护人员来说是很需要的 乌骨鸡的话含铁量比其他鸡肉都还高 长时间工作下 以防身体缺氧的危机 不只用美食帮医护加油 火锅店员工更在每份顾物上投留言 表达对医护的感激 我觉得我们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 跟他们一些食物上的营养 可以帮忙做补充 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就是会来不及吃饭 那休息时间可能也减少 那通常像我们街外带外送 如果有警察局 医护人员跟消防局这三个 我都会特别的加紧时间 因为知道他们的休息时间可能会有限 那也不需要他们餐点盐 这样很怕他们得到肚子 那就是很谢谢他们的付出跟努力 对于火锅店业者 在确诊者曾光顾加上禁止内容下 生意产叠一半 却仍以实际行动力挺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当然我们烛火锅的这个业绩也掉了一半 但是我想老板还是非常的用心 还特别准备了这张小卡 要送给我们医护人员 然后给医护人员最用力的这个前线 支持他们 老板特别觉得医护人员非常的辛苦 特别特资这个感谢大家的帮忙 真的非常谢谢烛火锅今天 今天为我们准备的餐点 因为我们的医护的同仁 我们院的同仁工作都非常的辛苦 能有这样来补充我们的体力 让我们能够更加有这个能量 来为各位基隆的乡亲服务 另外魏网红阮男也在网路上 号召募集餐点 要赠送给坚守岗位的防疫第一线人员 结果获得热烈回响 只花一周的时间 不但原本600个手撕包的目标达成 更多募到200个 因此陆续转赠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基隆市消防局 及三种基隆分院 7月3号再赠送给环保局 希望把民众的爱 化为防疫人员的力量 共同打赢这一场防疫战争 记者张琴辰基隆报道 而全国三级警戒维持一个多月 台北市政府宣布了 包含宁夏夜市 河江街等夜市可以为解封 开放摊商做生意 对此金融市长林又昌直言 不要提供尽力得不偿失 但是医药科市长好好加油 今天首先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有善心人士 今天要特别捐赠有六部的高流量的氧气机 记者会一开始金融市长林又昌 先感谢善心人士捐赠六台救命神器 但话锋一转对于台北市夜市为解封 林又昌这么认为 今天我们金融市嘉宁 那今天金融嘉宁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台北嘉宁 那如果今天台北嘉宁的话 我们大概全国就可以解封 那我们全国大家都已经忍耐坚守了那么久 我们大家心里面想要的是台湾全解封 而不是夜市为解封 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急功近利 急于一时 然后因小失大 爽两天 然后之后结果是多关两个月 这样是得不偿失的 市政府连续两天 针对果菜市场 信仪市场 全面对摊贩进行快篩 结果都是阴性 市政府将在7月1号展开疫苗施打 之前包括成光市场 仁岸市场 已经果菜市场的一个筛检 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那我们接下来会在7月1号开始 逐次的为这四个市场的 这些摊商 造册的摊商们 来进行疫苗的一个施打 金融市30日再度出现零确诊好消息 只盼大家一起防疫 让零确诊继续维持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M 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